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有問必答的環節 今次請來的嘉賓 有要財政圈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遠慈在這裡的Harry 你好 各位家庭觀眾有任何股份問題 歡迎打電話來我們問股熱線 電話是204-6566 或者電郵給我們ask at bschannel.com 大市方面暫時都是偏遠 跌258點 報23290點 至於國企指數跌近2% 報9632點 成交方面去到326億多 可以留意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林小姐 林小姐 你好 好 都要討論一些主要的消息 工信部方面 其實都發表了建材工業發展規劃 主要是要經營一些 要壓低過剩的產能 預計在2020年之前 即是年底之前 會嚴禁備案 和新建擴大產能的水泥屬料 和平板玻璃的建設項目 都看回今天來說 看到一些水泥股份 和玻璃相關的股份 都是股價明顯受壓的 其實這個 說到要壓低一個產能過剩的項目 就不太快去開始 但已經立即反映出來 好像編號914的安徽海洛 都見過一個月的新低 最低是20.5.5的位置 現在跌幅都要求近5% 報在20.6的位置 這份報告出來 對他們的打擊 是否積極百上加近 如果你看本身 一些所謂建材類別的股份 今天其實都有很明顯的手壓 不過其實是否等於 本身公信部這個 建材工業發展計規劃的 即13.5的規劃當中 所提及的結構優化 裡面的細質影響 反而有下跌 因為大家看看 當中的細質 如果你在頭線上看 就是強化協同創新 推進綠色發展 促進融合發展 這些來說聽過很多次 而且水泥熟料 或者玻璃 始終先前我們說 由供給則改革提出開始 其實一直都在做一些 所謂的產能抑制的行動 所以在規劃裡面提出 要揭指產能專項行動 我覺得聽過很多次 事實上你會見到水泥 或者一眾建材裡面的 所謂的產能提升的一些行動 我想不是太多公司 夠膽這樣做 因為和國策的大方向 其實是幾雙違背的 所以暫時來看 我覺得 我覺得2017年不准 在水泥熟料上 或者平板玻璃 做一些產能支援 除非本身的需求 有個很明顯的上升 而導致它們產能不足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 就未必是一些很大的負面消息 而且過往我們提及 水泥產能過剩的問題 已經在股價上 所以今天我會覺得 暫時 就算你看到 譬如914跌3%下去也好 其實是藉著消息 做一個所謂炒賣的行動 所以暫時來看 我看在行業上來講 繼續蓋房子就蓋房子 本身有個需求 水泥價依然上升 不會特別因為這些消息 而有所謂的變化在那裡 好啊 看到暫時建材板塊方面 也要跌幅比較多一點 亦在跑輸近大市 都可以留意 我們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黃先生 黃先生 你好 你好 剛才講水泥股 就是問水泥股的東西 914跌了 跌了一元 你現在撈咬得過嗎 還是分不住吸納 本身也沒有貨的 不是有的 分轉會很少 幾次落到50元 幾次23元 這些水平不夠上落 是的 好啊 都看股價方面 他都幾支 三支的大陰燭 就跌了下來 如果真的要敲位買入 的話會不會等到他 會不會回到一百天線的位置 細胸甲狼這樣衝下來 我覺得不是那個基本因素的問題 是純粹資金的問題 暫時我建議黃先生你等等 因為他剛剛試著 所謂八月底部 如果今天是穿穿地的 所以你多看一會 三大支陰燭走下來的時候 那個圖都很噁心 所以就不需要那麼急於去買 但是如果你說落到20元 純粹以本身 914那個的估值上面來說 我都覺得有一個吸引之處 所以我會等20元 差不多這些位置 你才吸回頭 現階段 你看看他究竟跌定沒有 好啊 都繼續跌近5% 報在20.6毫半 其實都不可以那麼心急 因為看到都滾下來滾得很快 多謝黃先生的電話 希望幫到你了 另外我們聽聽林小姐的電話 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 我們再去關注一下 其實剛才提及過的消息來說 除了建材項目 包括水泥 另外也有提及到玻璃方面的項目 玻璃也有關係 如果接下來會否調整玻璃方面的股份情況 玻璃那裡我覺得 暫時來說 其實需求面上都挺強的 你會見到一眾的玻璃股 在他們自己的半年的業績裏面 都好像初步走出產能過剩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說意見稿裏面 所提及的所謂焦點 好像有點離地 如果你計算 平板玻璃應該是說 本身對建築類別的玻璃的需求 依然都會有增長在那裡 所以暫時來看 我覺得這份意見稿 大框架可能設定了 就不想你們增加這麼多產能 而可以令到一眾玻璃相關的股份 基本因素變化得很大 完全不是這回事 所以暫時來看 我想對於一眾玻璃股 可能都是跟著市去走 因為它都是一些所謂經濟比較敏感類別的股份 所以暫時來說不需要太擔心 以基本因素來說 好 另外都轉看看其他的股份 編號665的海通國際 其實見到今天來說 股價收押 現在最新跌超過4% 報4.9毫半 而且創過一個月的低位 最低見過4.9的位置 今早早集團公佈 而發行本金總額到38.8億元 亦都是2021年會倒債的零息可換股債券 初步兌換價是每股6.8左右的位置 亦都相當於昨日的收市價 每股5.16有一個日價 就是日價3.2 亦都說兌換的股份 有5.7億元 也看到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看到海通國際跌了下來 其實這個消息 也見到換股價 其實是昨日收市價 本身有一個日價 為何回到今天都要回落呢 一來如果你說 換了股份 都會有dillotion 但是本身要看一看 所謂可換股債券 本身應該是配給它沒有公司 如果我沒有計錯的話 因為如果你說零息 誰會接呢 老實 本身通常一些所謂沒有公司 增資一些子公司的行動 但是本身如果你說日價 再加零息 對於海通國際來說 是挺傻的 但是可能大家都明白 今天 你看到股份上的消息 要看市場 究竟是否 跟回二百六十幾點 又要回落 所以我不敢定斷 是否純粹是CB 而令到本身的所謂海通國際 其實會有一個所謂售額的階段 況且似乎 如果是零息 再加上日價來說 我沒有看過細節 照道理 應該是沒有公司去接的 沒有公司 就應該不是 純粹是以換股的角度來說 你會多了股份 那角度來說 可能令股價會有些售額 但大體上來說 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可能是沒有公司的增資 而且它都是日價增資 好 可能有些攤薄的效應 所以今天股價跌了下來 暫時跌跌近4% 做4.96%的位置 麻煩你 下一位跟我們跟進 多值股份的情況 說股份是否哪個次有 沒有 好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有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可以打電話 來問股熱線 電話線 204-6566 稍後再見